圈内很多明星在沉寂已久后一夜之间就像宝藏一样被人发现 看到它的闪光点 然后迅速圈传 这样的明星少有能说得上名字 并且在现在特有人气 但脑海中能想到的就是马鸡尾了 现在最火的可以说是狙狙老师的 在饰演网剧后一人分射三角 让每个角色都成了独立的个体 并且收获不少粉丝 那段时间可以说是被朱一龙的消息给淹没了 即便这样也不会不耐烦 毕竟这位真的是颜值和演技并存 并且会认真对待每一部戏 近期她和同样在近期 被挖掘的宝藏男孩登轮共同拍戏 虽说女主让网友们都觉得很惊讶 希望她会在这部剧中提升演技 毕竟飞科班演员对比过去有进步就已经不错了 只是两位都是实力派男演员 很期待戏的上映 邓伦在早前还是四处演配角的演员 但还是不不踏实的走到现在 很多网友在翻过去 她演的戏的时候 就会感受到每部戏演技都在打磨 当然让更多人了解到邓伦的先是综艺上的好爸爸 最后就是近期的影视角色 这样火到不行的明星 有的早就忍不住开始刷大牌 然而邓伦却接地气不顾名气 在赶回自己发小婚礼现场 当场也是笑容满面 在为好友新郎迎接新娘的时候遇到的各种挑战 也是丝毫不顾明星的明气 这样接地气的明星也是少有的 许多邓伦的粉丝对外也是相当和善 并不会因为网友的不妥言辞而开黑 这样累积粉丝源也是相当不错的行为 能够一直粉丝不让他们过分张扬 那明星想必自身就很优秀 近期在他好友突破两千万的感谢粉丝视频中 也能感受到他的真诚 可以说是相当的充分 全程严肃脸的就像在宣誓一样 说着很重要的话 珍惜着每一个粉丝的行为 可以说是暖到心里 过程鞠躬最后才露出笑容 难怪在近期就涨粉无数 这样对他也是有好处的 大家评访一下 安息一下 散步 再来 散步 下来